日本背后的小动作要警惕 近日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岛田彭美 在视察海上自卫队横须鹤基地时表示 中国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 急速扩大活动范围并趋于频繁 紧接着 岛田彭美宣布 日本自卫队将结合新实施的新安保法 增加部队训练任务 还要启动旨在在海外实施 集体自卫权的池原护卫相关训练 路透社称 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在战后 首次实质性地介入海外军事冲突 随后 日本国内开始大搞 陆上自卫队年度实弹射击演习 据悉 此次富士综合活力演习规模空前 耗资5亿日元 弹药50多吨 并有多款新式武器亮相 这还不算完 近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官方网站 对外界高调展示了日本订购的 第一架F-35战机照片 日本空中自卫队装备F-35之后 其态势感知能力和对陆对海打击能力 将有明显提升 所以现在安倍似乎没有真诚地改善 中日关系的这种实际意愿 而且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日本最近的很多 尤其是一些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网友关注 今天的问题好像特别的多 有点选不过来了 而且问题比较集中 因为大家都关注到背后影子 看这么多人 我们随机选一个好不好 鲁建 你喊个停吧 停 希望能收到我的留言 我叫王贵文 我想请问专家 日本自卫队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 比如说协防美军 为美军舰队提供无限制的弹药 我想请问这说明什么呢 那么这种日本自卫队 协防美军的模式 会不会在南海出现 确实现在这个自卫队海外 已经是提供弹药了 会不会在南海协助美军 我觉得从日本自卫队这个角度来讲 它肯定是借助这样一个机会 比如说以前给美国人加加油 现在给美国人搞搞这个弹药补给 借用这种机会跟着老大跑 可以跑得更远一点 老大走到哪 可以跟到哪 特别是刚才这个网友问到的 就是下一步 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 航空自卫队 协采取在南海 跟美军共同行动来协防这种方式 这种可能性出现 我们会怎么样 我想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 首先日本方面 它肯定有这个需求 因为它在东海方向压力太大 它肯定希望在南海给我们点火 希望能够分担东海方向的压力 美国有这个需求 但是这个事会不会干得成 或者说它敢不敢最终 把这事落实下来 我觉得肯大程度上 不缺于他们的意愿 而取决于我们有多强的 反击的实力和反击的决心 那么如果它敢到南海 我们的后院来点火 如果我们有同样很强的能力 到它的列岛周围去画圈 到它的周围去航行 我们不是横行 我们到比如说到日本海 比如说到日本背后的 西太平洋某些海域 去组织大规模的 例行的这样一个军演 如果我们能够展示 这样一个实力 包括这种实力 所展示的决心的话 就像最近 我们经常顺路到日本海 包括日本周围的海域 去展示一下我们实力的话 我想对它来讲 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敲打 那就是 你敢到我这来煽风点火 你小心点 我也有同样的手段 去反制你 毕竟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我军的一个传统了 对 a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